你知道如何做出成功的問卷調查嗎? 那你有想過你可以從問卷中得到什麼額外的價值嗎? 問卷不只有問卷分析更能比對預測 趕快來試試看吧!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電踏少女羽恩 之前大星有拍過關於 MacBook 快速上手的教學影片 那裡頭可以看到有非常多實用的手勢功能 忘記了她也要趕快去複習一下吧! 欸 那羽恩今天要做什麼呢? 呵呵 給我三分鐘 那我告訴你們 MacBook 上有哪些你該知道的神好用快捷鍵 快點帶著你的蘋果電腦跟著羽恩一步一步學起來吧! 在看最常見的 comment 鍵搭配組之前 有兩個小技巧想要先教他友們 首先大家都是怎麼刪除檔案的呢? 現在你只要按 comment 加 delete 就可以直接把檔案刪除 省去把它拖曳到垃圾桶的時間哦! 再來大家都是怎麼清空你們的垃圾桶的呢? 現在只要把滑鼠移到桌面上 接著按下 command 加 shift 加 delete 這樣就可以直接跟垃圾桶內全部的檔案說拜拜啦! 再來如果按 shift 加 option 加音量鍵會發生什麼事呢? 欸有沒有發現你每按一次就只會增加或減少四分之一的音量咧? 這樣一來以後大家就可以更精準的掌握你們想要的音量啦! 好!那現在呢就要進入快捷鍵之王 comment 鍵的 show time 啦! 究竟它會有多少組合呢?一起看下去吧! 那一開始呢就要教大家最基本的如何選取還有複製貼上 比方說我現在想要複製整篇文章 那我們只要按 comment 加 a 就可以全選 接著 comment 加 c 還有 comment 加 v 就是我們在 windows 上面熟悉的複製貼上囉! 接下來如果你想要複製的話 只要按 comment 加 z 就可以啦! 再來如果臨時想要叫出某項資料或是應用程式 只要按 comment 加空白鍵 就可以直接搜尋 finder 裡面的檔案囉! 如果你是習慣會一次開很多頁面的人 那建議大家可以試試看用 comment 加數字鍵 這樣一來就可以快速幫你切換到你想要的那一頁喔! 不過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按 comment 加 9 它並不是跳到第 9 頁 而是會跳到分頁的最後一頁喔! 欸?那有沒有可以快速切換到其他視窗的鍵呢? 答案是有的喔! 你只要按 comment 加更好 就可以馬上換到其他視窗啦! 那它有知道 comment 加 tab 有什麼功用嗎? 只要按下去之後呢 你就可以快速的開啟最近使用過的 app 啦! 不過呢要記得它的切換方式是你必須要按住 comment 然後重複的按 tab 這樣一來就可以選取到你想要開啟的 app 囉! 最後一組快捷鍵呢就是 comment 加 W 還有 comment 加 Q comment 加 W 呢就是會把你關閉單一的視窗 但是 comment 加 Q 的話呢則是會把你正在執行的應用程式整個關閉喔! 欸! 但是大家現在不可以跟著學因為我還沒有講完 好啦! 那今天呢語音總共幫大家整理了 11種 Mabu 的快捷鍵小技巧 希望大家都可以學起來然後分享給身旁所有的人 好!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別忘了要訂閱電視窗上你的頻道 還要給我們影片一個 like 喔! 大家可以按 comment 加 Q 了! 掰掰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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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點兒 對啊 還有這些1 banyak trousers